新闻开始首先来看到总统赖清德今天发表国庆演说提到三个使命 保卫国家主权守护与照顾人民以及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共互不隶属 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总统赖清德上任首次国庆谈话 开篇以民国创建五宁头战役八二三炮战到美丽岛事件 讲述一百多年来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 强调国家主权不容并吞中共无权代表台湾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支善业 迎向未来 外星者特别提到 世界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为的是期待中国重视民生 维护和平 但负起国际责任 台湾有决心自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荣 也愿意和中国共同应应气候变迁 防堵传染病 以及维护区域安全 追求和平共荣 为两岸人民带来胡子 包括前总统陈水扁 蔡英文出席国庆 而国民党及议长韩国瑜主持典礼 依赖性的一统观礼 同时举起荣耀时刻的标语 民主国家的政党 对内竞争 借由竞争推动国家进步 对外团结 争取国家利益 无论我们来自哪一个政党 无论我们主张什么政治立场 国家利益 永远高于政党利益 政党利益 永远不能够凌驾人民的利益 强调部分党派守护国家 在当前混乱国际局势 台湾会扮演区域稳定繁荣的力量 你说台湾人民的坚持 会让全球民主更为坚韧 中华民国加油 台湾加油 不分彼此一起加油 新唐人也认为第一次 胡宗汉洪浪简刘自营 台湾特别报道 胡宗汉洪简刘自营